戴着棒球帽被调查官一左一右带进新北地检署 云林县议长黄凯涉嫌收受光电厂商不振利益上千万 四条检方发动搜索近百名检察官南下亲自带人北上调查 这回一共二十二人遭到约谈 其中还包括云林建设处处长李俊兴以及多名光电业者 选用裁定十万到二十万元交报 至于议长黄凯检方则认为有串购灭阵 可能将他生涯禁见 因为据了解日前云林光电业者为了加速绿能许可通过 扎上千万元贿赂议长黄凯 请他帮忙向县府官员施压合法认证 先方还在黄凯办公室以及住家查扣两辆百万名车 多支昂贵名表还有现金数百万 台湾中南部日照做造就绿能光电业兴起 业者为了向经济部能源局申请建厂前 必须先获得县市府合法许可证 而议长对于县府极具影响力 因此成了不肖厂商积极劳拢对象 上个月云林地检署财政办前立委办公室主任勾结 两名当地前乡长勒索恐吓绿能厂商事件 这回又一张涉嫌社会图令特定业者 但恐怕都只是揭开光电利益的冰山翼角 进行黄公姐张点采访报道